33岁 来自贵州 教师 铁女士 32岁 来自贵州 无业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给你的另一半打几分 9分 他是对孩子尽心尽力 就是太忽略我了 5分 他是一个好爸爸 但绝不是一个好丈夫 你觉得你们婚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婚姻问题吧 不过那都过去很久了 别人都说我是模范丈夫 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感情了 孩子是你们现在婚姻唯一的基报吗 当然不是了 他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是 如果不是因为孩子 我们早就离婚了 来吧 说说 怎么会夫妻之间有这么大的认知差异 发生了些什么 今天主要是我要来这儿的 我跟他认识有十一二年了 结婚也都六年了 我过的一直我觉得挺幸福的 直到上个月我收拾屋子的时候 在那个抽屉里面 发现他写的这个离婚协议 那我都带来了 我天 我看见好像预先都已经摁上手印了 我天 单方面已经把手印摁上 这是你的手印 对 当时在办公室的时候打印出来 然后就填了一些 然后回家填的 然后按上 好嘛 我问了他 他才跟我说 说是我想离婚已经很久了 就很久之前就有这想法了 所以我就想不明白了 我也没办法了 现在是 好好好 这听明白了 先生是带着一个破案的角度来的 我想跟他离婚 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事情还都从刚生孩子的时候开始 那时候婆婆不是来给我们带孩子吗 在带孩子的方式方法上 我们有很多分歧了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去跟那个婆婆聊聊 然后沟通一下 然后解决一下这些事情 他就去恶意揣测我的那个意思 他就说 你就对我妈有敌意 你故意找茬 那当时我才 我孩子才出生十几天 然后情绪也没有调整好 所以当时就跟他吵起来了 一吵起来 他就摔门而出了 把我一个人留在那 我出去就是 释放一下我的压力吧 反正我回来也不跟你道歉了吗 我其他也没做好 你是回来给我道歉了 但那又怎样呢 你还不是刺激到我了 当时我就独来了 当天晚上就发了高烧 还有啊 就是我觉得我做月子的时候 就是那段时间真的特别不开心 都快一月了 孩子三个月的时候嘛 他因为一些小事 然后跟婆婆在客厅呢 就吵起来了 婆婆突然情绪就激动了 在那不口大骂 那我抱着孩子在屋里 然后把孩子都吓哭了 那当时呢 我就出去跟他们说 我在哄不好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别吵了 然后我又回屋 那回屋之后 他们也不停 继续吵继续吵 那我就 我就出去告诉他们 我说 那你们出去吵吧 我当时可能语气就大声了一点 然后我就回屋了 那我婆婆把火全杀到了我身上 闯到我屋里 然后 然后一直跟我对着 之前怎么怎么的 当时我就没有说话嘛 然后我就 就任由我婆婆在那吵 然后她呢 就在客厅呢 反正没进来 反正就这样 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婆婆公公 他们一家人三个 建了个小群 我无意中看她的手机 然后就看到了 那个微信的聊天记录 她把当时吵架的 所有问题都归接到了我身上 那聊天记录 我都把它拍下来 然后到现在都还保存着 那我们看一下呗 那你看一下 她的那个聊天记录 那当时不是把所有问题 就推到我身上吗 而且哈 还是说 她爸爸妈妈和孩子的身体 是最重要的 我刚生完孩子了 我的身体都不重要的 那我算啥 我真的不知道 我在这个家里 我算啥 不是 人家没说 你的身体不重要 她没说呀 所以说我完全是一个外人 啥也不算 不是 这不就是儿子安慰一下妈妈 这不是在活悉尼吗 我看完之后 关键是这个事情 跟我没关系 她再怎么安慰 为啥说我有错 而且还 她没有在上面 没有说你任何一句话错误啊 是啊 没有说我有任何一句话错误 但是完全没有提到 所以说明在她心里 已经没有我这么一个人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看啊 你永远是我儿子这妈说的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和三无的人有任何交集 其实我理解是婆婆指的你 对吧 对 这是她妈妈说的 然后你看你老公是这样给她妈妈回复的 妈咱家一切现在都挺好的 这个咱家我的理解是 包括她了 包括你 我觉得是 你看 她们 所以那你说这个小科小伴是指谁呢 对啊 人家小家都很好 没有你的话 哪来的这些小科小伴啊 所以人家接下来说了 现在你跟爸还有孩子的身体健康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事 这点小事不应该生这么大的气 这不就安慰妈妈吗 关键是她事后说我有错呀 她没有说呀 其实我想要的她是她的一个态度 就是想要她对这事怎么看 我希望她能够去跟婆婆好好去沟通 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 不可能我孩子以后 还会被婆婆在家里面大口大唠叨 然后吓到 我希望她去沟通 在月子当中 这月子仇已经讲了两件了 这月子仇好像很多女人说是一辈子的仇 是吧 咱再往下说还有什么仇 以至于你要写这份离婚协议 我就看她态度 她态度都是这样的 那我为了我孩子不会再被吓哭 那我就说只能不让婆婆来了 就让我妈来给我们带孩子 她呢也就是三分五次地跟我说 奶奶要来看孩子 那我想了一下 我说那就来吧 她过来呢 那我就出去 出去朋友家或者是哪里待一下 等她走了我再回家 然后这么说 然后我们就吵了起来 那吵了起来呢 我妈看到我们吵起来了 然后她她就过来劝架 她还脾气上来了 就冲我妈拍桌子 说实话我当时就特别生气 我妈这么大年纪了 来给我们带孩子 完了她还冲着人拍桌子 等于姑爷和丈母娘也拍了桌子了 这就算还是在堆积嘛 后面呢我也想着去跟她好好聊聊一下这个事 那结果呢 她就说 你就是跟那个你妈故意刁烂我 你满嘴的那个假人假意 我妈有什么事都往心里逼啊 你就是爱哭的孩子有奶喝 我想跟她去好好地去沟通我们之间存在的事情 那她这么说了之后 我就觉得完全没必要了 说实话 确实孩子出生以后 其实她对孩子还是挺好的 是一个好爸爸 那么也就这样过吧 我真的是需要两人一起带孩子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我也没有说是不想沟通 我觉得这些事儿其实过去很久了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东西都该淡忘了 今天孩子多大 马上六岁了 所以你想不这六年前的事儿了 对 很多年都过去了 也没必要再提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在她心里面就一直根根于怀的 那你们这个孩子 随着孩子的长大 你们现在的这个婚姻状况是个什么状况呢 平常的交流多吗 基本上就是交流孩子 平时做家务啊 做饭啊 这些一起做 带孩子一起做 但是这样两个人的交心啊 这些就没了 你看我上班回来做家务 那各种事情都堆在那儿 那你带孩子休息了 那我在那儿做事儿 那事儿做完了 那你们都睡着了 那我们怎么沟通 怎么交流呢 我就觉得很累 就你累 我不累吗 我也没说不带孩子 那周末好不容易 上了一个星期的班 太累了 想多睡一会儿 那晚一点带那也行呀 那非得那个时候 你们俩现在除了孩子 你们俩之间有交流吗 你觉得他对你的态度怎么样 先生 我觉得就是有点冷漠吧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词 就是你看像之前 过生日啥的 都张罗这张罗那 给我弄一些惊喜吧 但是现在过生日 啥也没有 就是平淡日 那我也不是说 完全没有给他张罗 我也给他买了一个蛋糕的 而且我也是用他 对我的方式去对他的 你平啥又不爽啊 我看那个上面有一个时间 为什么写的是2035年呢 您为什么要把 那个离婚的时间 定在2035年呢 那时候我孩子长大了 那孩子长大了 我跟他现在是这样 我不想跟他交流 我也不想跟他沟通 在家其实我们交流啊 这些都是围绕着孩子 那到时候孩子 也该上大学了 那我们到时候也 就离婚了就各个各的 现在2023年 12年之后的事 已经安排好了 也就是说 他们的这段婚姻的 核心任务是 抚养孩子读大学 孩子考上大学 他就要跟他离婚 所以丈夫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一定心里剧痛的 对吧 对 我估计可能很多男人 拿到这个东西的感受 就是同床异梦嘛 对吧 我的枕边人是这样子 所以你今天来了 是吧 对 行吧 我们先听听 有生活经历的人吧 他这件事情吧 我听懂了 我是这么看的 别学着像我老伴似的 成年就是那 要早点忘掉 因为我们要积极地生活 关于你们婆媳关事吧 我不想多说 你们都很有知识文化 能处理好 我觉得你找了一个 这么好老公 这么模范丈夫 你还不随心如愿吗 找到像我这样的话 那你得多造罪啊 我觉得你珍惜 你这个老公吧 所以我就觉得 您俩才是一家人吧 他们用两个角度 说了同一件事嘛 就是你们要彼此珍惜嘛 这没结婚的 可能都有压力了吧 来说说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这个大哥 挺爱这个姐的 因为大哥不是平常下班 啥的都回家呀 暗示回家 也不出去应酬干啥呢 就对这个家 我感觉还挺眷恋 挺照顾的嘛 还有就是 如果我像大哥一样的话 如果我的媳妇跟我妈 发生啥冲突 我肯定也会向着我妈 就是这样 也会向着我妈 对 行 我挺理解这个姐姐的 就是如果 就是我们俩位置 调换一下的话 我在婚姻中 是被漠视那一方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 都不会等到孩子成年 我可能当时 就会跟她离婚 我特别喜欢 大哥大姐那种方式 就过悉尼嘛 你婚姻有啥大不了的事呢 而且女生 你没有觉得 你很双标嘛 婆婆来了 帮你带孩子 你没体调你婆婆的辛苦 因为你说了 我妈这么大把年龄 来帮我们带孩子 你得体调我妈的辛苦 但你的原话是 我婆婆来过带孩子 带的不好 没有 然后第二个 你刚刚说那个话 你说我没有 跟我婆婆顶嘴 但是我回屋了 不就是甩脸吗 甩脸一样是啊 只是没有用语言 吵架而已啊 所以如果你跟你婆婆 两个没有发生任何矛盾 她怎么跟她妈干起来 没有 当时是他们 不知道是因为 一件什么小事吵架的 那她是吵她的呀 她们吵她 她一个不止 那好 她是你的 已经哭了 吓哭了好久 如果是你的老公 跟她妈吵架 照理来说你是她老婆 不应该劝她吗 来老公别跟妈吵了 别啊 消消气老公 妈您别吵了 妈您别了 您对吧 这么大把年龄呢 您跟她吵架 把你气着了 我告诉你 如果你婆婆和你老公吵架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帮着你婆婆 一起训你老公 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 说实话 我当时才产后三个月 哎呀 我跟你说 你不要再说你产后三个月 全没生过孩子 我们都生过孩子 我告诉你 产后三个月 这都来上班了 当时有问题的时候 我跟她沟通了 但是她是以一个恶意地 揣测我的 听我说 作为一个中间人 我来告诉你 现在你过了六年 痛苦生活的根源在哪里 你不要说她很痛苦 你不痛苦吗 六年你没有得到个温暖 你不亏吗 你们两个人 在现在夫妻关系上面 每个人都有问题 你的话是说 她对我不好 所以我也对她不好 我就这么冷着呗 我也不想搭理她 我也不想管她 那你回到这个家 你不觉得冰冷吗 你不觉得痛苦吗 那同样对丈夫来讲 也是一样的呀 你妻子的情绪 你没有关注到啊 你们两个依然在干仗啊 你说她对我冷冰冰的 那你对她不是冷冰冰吗 你们两个人 都是在你们的婚姻当中 选择消极对待 这边人家都六十多 快七十了 人家也没有消极对待生活 你才三十多 所以想要把这个家的温暖 重新减回来 你不妨温柔一点跟她讲 婆媳问题翻篇了 孩子六岁 马上上小学了 那好 咱们两个应该怎么做 你何必把离婚协议写出来 你不如写家庭合约 第一个回家来要微笑 第二个回家来以后 跟老婆说老婆辛苦了 第三个晚上睡觉前抱一抱 先订最小的合约嘛 每天就花三分钟 给拥抱 给温暖 给关心 才能把一个冰封的关系 变成慢慢松动的关系 否则的话 你们只能永远痛苦下去 干嘛 干嘛 得嘞 妹妹 我们大家没有在说你 没有在曲解你 只是想让你过得更好 当如果一个人 当他自己知道 自己的死期的时候 就像你们的婚姻一样 那你说这个人多痛苦啊 每天看着日历牌 一天一天往前走 距离我们离开 又近了一天 这是件很难的事情 很痛苦的事情 为什么给自己找 这种不愉快呢 我们日子往前走 一步一步一定会更好 婚姻其实会经历 很多阶段 就是这个阶段 每一对的夫妻 可能都有经历 就是那句话 不是说得特别好吗 说这个结婚的夫妻啊 有无数次都是 走在去买菜刀路上 想砍死对方 结果在去买菜刀的路上 看见了 对方喜欢喝的豆浆 就忘记了买菜刀 改为了买豆浆 对吧 那你们现在这个阶段 太正常不过了 因为刚刚经历完 妻子在产后的 抑郁的阶段 没有调整好的 一个阵痛时期 现在是在磨合的 过程当中 刚才这一个动作 姑娘 如果你不那么纠结的话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能迅速修复好 你只要告诉她 我需要怎么样 我需要你关心我 我需要你站在我的身边 你们就会好起来 但是如果你要是 依然在丈夫 跟你表达完这种感情之后 你还是不断地 再去旧事重提 翻旧账的话 那就没意思了 你就真的奔着 那个时间走了 我想跟你说一下 刚才你生死力竭地说 我才生完孩子 三个月三个月 我特别理解你 生完孩子的女人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都跟神经病一样 因为我也从那个阶段 走过来的 我为什么生完孩子 我四十二天就工作了 我还不是三个月穿额 我四十二天就 难怪那段你比较神经 就回到 四十二 我四十二天就回到舞台上了 是因为我受不了 我自己在家的样子了 歇斯底里 无可救药 真的就是个神经病 说两句话 三句不对就哭了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了 莫名其妙 一个饭桌上吃饭 吃得好好的 突然就泪流满面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 就是生完孩子的女人 没办法激素水平 如果你自己没有 那么强的调整能力的话 你那个时候 就会经历这个阶段 有的女人两年之内 都走不出来啊 所以我觉得姑娘 你现在就是处在 那个产后的 那个修复阶段 没有好 然后带来的震痛 后遗症 你没发现吗 你的妻子一直很着急 就是着急的那个 是没放弃希望的 淡定如水的那个 是已经不怕开水烫了 你在现场一直 你就是云淡风轻地 站在这 但实际上你在这 连情绪起伏都没有 你老婆我倒是能看出来 她是真心觉得 现在这状况不对 然后我也找不着好方法 我着急 想让这状况有个改善 您现在是努力 在适应现在这个状况 你已经刀枪不入了 你没发现吗 有一点 我问一下 你们孩子今天多大 六岁 对 你们两个觉得 自己孩子在这家幸福吗 平时也都一起 带着玩什么的 不是 你觉得她看不懂吗 妈这样 但是爹这样 妈这边不是哭就是闹 然后不是喊就是叫 爹这边永远带着淡淡的冷笑 你以为这孩子看不懂吗 你这十二年 你跟你们家孩子商量过吗 我再给你爸十二年机会 如果他再不让我满意 咱们家就拉倒 然后这孩子说 问题是我找谁去 我才六岁 你们两个处理不好我的问题 然后让我忍到十八岁 你负责任吗 如果我是你先生 我看到了这个 我会毫不犹豫地牵下 并且转身就走 一边跟我在一起 一边想着把我们的婚姻杀死 我怎么会允许 沟通的目的不是争 谁对谁错 是为了让事情 向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你没有发现 你跟你先生要沟通的 都是谁对谁错吗 对错不重要 幸福才重要 女生 你现在的情绪状态得调整 先生 你多久没有嘘寒问暖 你心里最清楚 你要还爱她 一定不会这么漠视她 她 是做法不对 你完全是用冰冷 晾着她 这个女人的心被你凉了 有点冷哦 坐起来好好考虑一下 想得清楚 好不好 好 好